杨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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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 能量 它躲在这儿就是 达不到打开太高的层次 或者什么 它就这样感觉 继续修能量不足 当你不动 如如不动 另外一切相的时候 能量自然会具足 但是一开始 如果你想气脉 身心同时修气脉 还是在坐地上比较好 如果在行动里面去修的话 能量这个聚集 是不如在坐地上 身体也不动好一点 但是在动中 在事情上是裂心 你经历的事情越多 心心少越远 就越容易 因为触动你的多 就更快 但是如果生理气脉转化 是在坐地上快一点 但始终是你心心上不着想 如果你心执着着想 迷失之间不够的话 你什么心也没有 就是你在坐地上 你就要坐八个小时 但是坐下来也效果没那么理性 而且会迷惑对位的 心心上修的话 就要多独立的大乘间点 都经常进来这些反复心心 比如我刚才说的 缘起正间 缘起信空思想 这是佛很重要的间谍了 为什么说缘起小村地子 因为他要觉得这个是有的 执着这个象嘛 但是在大乘间调 因为一切本无生 所以逼近空 所以这个东西 你谈这个就像 佛说就像谈 就是谈空花嘛 就是虚幻的花 我们谈入这个法相 但是众生执着 一定要谈的 就谈呗 就是这样 但是也不能说 他觉得你错得太离谱了 就不能说这个是 某个伟大人物创造出来的嘛 什么我们外法都是 什么什么生出来 也不能说从自然里 被拼空就产生出来的嘛 他觉得这个界定 就不如说个缘起 这要更好一点 但是这也是个 缘起法也是个 就是意思说 它不是第一地嘛 了解这些方法 还有无生见 中道啊 这些思想去了解 这都是名词 不要执着 但是了解这些 你就修行 你这个度能把握住 而且能听懂佛说的话 他始终在采入这些 这些东西 所有的佛 所有大臣经典 包括菩萨们的弄诸 都在采述这个 你看包括大臣 就大臣到的 大臣到的中路 很重要的奠基作品 龙宋菩萨中路 他一起守也是 说缘起信空思想 谈到佛说缘起 起守地理 为第一嘛 就诸心中路里边第一嘛 然后说 一切万法不自身 不从他身 不无生 也是说无生见 缘起信空思想 都是一样的 师傅他这个 大圆满的境界 是否也是这种空心呢 他所说的大圆满 是啊 大圆满本来圆满嘛 一切本来圆满 但是大圆满 大家很容易跟禅 就混在一起 禅 因为禅也是本来是嘛 本来是都是这 但是大圆满呢 是有 有羞有正的嘛 他是有羞有正的嘛 他是有羞有正有次第的 但禅是不讲次第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嘛 这就在 就是在讲义上是有些这样的区别 其实万法都一样 都是正的都一样 你修的大圆满 包括观点观想 所有 一定要了解本来就是 你本来就是嘛 所有的东西都是破你无名执着的 破你那些执着分别的 一程 通过各个手段 各个工具 各个法门来帮助你破 有的从过观想经破 有的从过如如不如定来破 有的从哪个都是破你分别执着的 因为众生本来是 只因分别执着 不能挣得 所以始终是破你分别 破了分别 你就等于从梦中醒来了 所以等于破分别 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就是看很多人 聊说那个是很开悟 它动作空民 经过的那种状态 那是什么意思 开悟之前必须要爆炸 我不知道 有人说是 一人而言 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境界 但是大家坐在这聊事情的时候 大家总是会说 我看到了一本书说了什么 老师 就是说这个是吗 你为什么信他说的就说对了呢 本来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人境界 不要拿着他的境界来 认为你就是那样的就行了 就是说你一定要接受的 我记着一个是大乘经典 就是佛说的 也就是剩下其他 有些大菩萨的弄作也是比较他的靠谱的 就是说里边的弄点是比较靠谱 剩下一些明师的开释 什么每个老师都是每个老师的境界 你不要拿着这个老师的问那个 或者对或者不对都不知道 因为他是他的姻缘 尤其现在末法时期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复习 当然说我们生生世世都有复习 就是末法时期呢 他在修行上有很多 因为毕竟佛说法这么久了 两千多年了 有正法下法 这个传下 因为佛说法越久 为什么 蒙派越多 越好像乱 因为大家的 就不耐刺底 有的是不爱刺底修的 有的人在苏世证过果位 证过阿罗汉果 有的人证过登地菩萨 他再来的话 他还没有圆满到无上 他的修行跟你是不一样的 他也说你是初学 这就是说根器了 根器 其实好根器 不过就是比你早学了几天 是吧 你是初学 他是得 那他一修 他一听这个见解 他就正得了 但是他的 你看吧 他的妄想之者并没有放下 他吸气欲望一大堆 但是他刹那就能进入 因为他苏世修过 所以他很熟悉那条路 但进入他出来以后 你觉得他没有什么东西 他吸气欲望好像比你还多 但是他修过这条路 他熟悉 就是你说了 他那也是有种子 他处缘发了 你没修过 你得重选 你得处一看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很模糊 说为什么他一修 他就会直接出现这些问题 而且有的人是 假如境界他很高 但是他还没达到 他可能数十达到 他是这些东西是不是就说 他误了 他只是误了一个 这个 这个三界的道理 其实这个误啊 只有禅宗才讲出动物称佛这句话 但是你要了解禅宗当时的社会背景 还有弟子们的正量程度 很多禅宗弟子都 正反向外都修行到 都是真的是高僧大德啊 那些 动物的刹那之间 他证了很多东西 他的定力已经很强了 所以他动物 他可以证得 他动物那一刹那 已经捅破最后窗户子 他动物的时候 他就证得了 但后期很多人 动物是 但你也不能说 他根气泡 他可能数十休息过 他动物的时候 他就像 他是 但是根层 送接物我两网 就是根层脱落以后 借到本性嘛 我们就被六根六层迷惑的 他六根六层 突然不着六根六层的 向了物我两网的时候 借了本性 送接宰一下 但他出来以后 他没证得 但是差很多 证得以后 说动物以后 突然证得空性的人 出来以后 神通巨组 法律无边 以及策外法源 很厉害 但那个误了以后 他出来还得继续起修 这是不迷失了 那个桥道路很清晰 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那差十万八切的 所以物有切差万别的 这个物 是 所以 可能开物 也能切它 我要明天说你开物了 你千万知道 我是鼓励你 要证物知道吧 要证物 用这个饮水 冷暖自制 始终最后你自己知道 如果你成到了 你会自己清清楚楚 不用别人说的 我告诉你 如果别人说 靠别人说的 你还没有策误 你还会迷失的 继续修吧 反正大家都在道上 继续修 再继续 我们总会证物的 这一点我始终接信不你 因为本来就是 始终会的 只要修下去 没有人都会的 因为不说了 那个魔女宝珠就在我们身上 拽着了 总会发现它的 是吧 不就五重和左吗 一点点澄清它吗 不就那无名 它也是有素的吧 是吧 就那点东西 你无名妄想 就是这些嘛 做手拙了 手拙了 烦恼拙了 什么结拙 就这一层一层一层破呗 你无名一度 从一度开始不着想吧 开始 你本来就是 就是想多了 我们 被想迷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